大家好 我是徐彬哲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么今天台股网上收复了9100点 当然在前两天 你看到台股跌破9000点的时候 那么报纸标题立刻跟你写 外资绕跑 那么当天我讲说外资绕跑 成交量不到700亿怎么跑 所以站在技术形态上面来看 它还是会有一个右肩的反弹 那么今天回到9100 对你来讲是应该觉得高兴 还是应该觉得谨慎 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因为我们之前在推演整个盘势走势的时候 特别讲过 三角收敛它一旦跌破 就波段的角度来看 它会血流成河 可是在启动之前 跌破的反弹波 如果你还认为说 这个行情还有机会再往上攻 还有机会再加9500点 甚至是1万点 那么你就要特别谨慎 因为很多事情都是领先反应在前面 可是当你回头看的时候 都已经来不及 所以在当下 当你看到行情 一如我们所预期 虽然我是占空方 但是我并没有告诉你说 跌破9000点赶快多杀多 准备下看8000点 没有 我反而告诉你 技术型它本来就有它的规则 现在一个右肩的反弹 是让你有足够的时间 去做个股上面的调整 而不是让你去追价 甚至是弱势股的加码摊品 所以今天报纸当然另外就写了 对不对 今天电子往上攻 金融往上攻 电金又变成双主流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每天听这些消息 再看这个走势的话 你会让整个的操作非常的乱 你到底是该听多方的言论 还是应该听空方的言论 那我们只用股价来证明 我说这波往上攻 当然我昨天特别讲 整个台股的成交量连续三天 缩到不到700亿 那么这一波买钞的外资 头都洗下来对不对 过河的阻止它就只能攻 所以我昨天特别预告你 在摩台结算之前 这一批外资势必得用力一点 才不会让自己的部位受损 但是站在9000点 今天9100点 外资买超了这1500亿 它一定会变成一个卖压 这是一个铁针针的事实 所以接下来你要特别注意国际的局势 因为国际局势里面它变化非常的多 那么有些东西是你之前看到过的 就像我之前告诉过你说 意大利银行的坏账 可能会变成欧洲的风暴 当然坏账这种问题不是一爆就马上倒 但是它是一个事实 那么另外一件事情你要特别注意 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油价来到新低点 每桶27元 反弹到最近是50块钱 当然你看到国内的油价要稍微调涨 但是国际油价还是处于一个波段上面 相对低迷的状况 那么你要注意哦 四大能源商合计的债务已经来到1840亿美元 这叫四大能源商而已 那么它透露什么讯息 这四大能源商所举债的部分 已经写下历史新高 那么你去想 连四大的能源商 包含什么 艾克森美孚 包含可牌 包含英国石油 包含雪佛隆 这四家很重要的能源公司 都要举债度日了 那么你去想 其他的探勘商怎么办 所以低油价的问题 我认为接下来会影响两大层面 第一个叫石油公司 当然石油公司代表这是什么 银行贷款嘛 对不对 那还有产油国的部分 所以我认为债务问题 会是架一个经济的未爆弹 因为如果油价 我们假设今年下半年 他还是在50块钱上下震荡整理 那么一天过一天 你借钱要利息 公司营运要支出 如果这些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 当然这四大公司 信心满满的告诉你 没关系我们还有钱 可是当他讲真的有钱的时候 你要特别的小心事 不需要特别强调自己有钱 可以度过这个危机 因为国际油价是在整个通膨的背景之下 引爆了什么通缩 那么既然物价全部高涨 那么除了美国经济走复苏之外 其实我举一个例子 国内最明显 当油价来到低档的时候 摔到今年27美元一桶 可是问题是 我们的民生物价已经回不去了 对不对 那全世界的银行都还在印钞票中 只要一出问题就是印钞票 好像没有其他的办法 就是不断印钞票 那物价一直往上涨的过程 如果你的薪资没有伴随的成长 那么就表示什么 表示你的支出的成本是越来越重 那相对影响的就是你的消费性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 这个逻辑你把它扣起来 你就会很清楚的发现说 目前国际局势里面 当然美股在相对高档 会有什么样的黑电额跑出来 我认为你就要特别注意这一篇报纸 毕竟写下历史新高 不是营收 是负债 这是一个警讯 一个非常大的警讯 所以回过头来 看我们的市场也是一样 今天很大的一篇报纸跟你写说 我们台北股市 昨天创下近期以来的新低量 600多亿 对不对 那一篇报纸写出来 告诉我们 奇怪啊 我们的货币是黄金交叉 对不对 M1B M2 很明显的它是黄金交叉的 从这边开始 可是问题是 它并没有把钱移到台股来 昨天台股的成交量只有615亿 写下两个月的先低点 那代表什么 代表这些钱进来的台湾 OK 可是并没有来买股票 那 我之前就讲过一个逻辑了 我说如果 我们以三个月为单位好了 这三个月进来热钱 平均啊 如果你真的要进台股 均价成本在8900 到9000热中间 我们取均值在910000 就是目前这个位置 那 已经把钱投到股市的 这一票外资 我 大胆的预估 他们现在是热锅上的蚂蚁 为什么 为什么拼命买 拼命买 我买了1500亿指数还买不动 那到底是谁拼命卖给我 对不对 所以倒过头来讲 后面进来的这些外资 为什么钱 没有进到股市 原因在这边嘛 9000点之上 外资套到1500亿 谁要来帮他们解套 换成是你 你会想帮他们解套吗 当然我们国内的银行 有一家 发了好语 说他备妥银探1000亿 瞄准台股 对不对 那我在想说 哇 瞄准并不代表发射 我也可以说 我们的寿险基金有两兆资金 瞄准台股啊 对不对 可是瞄准有没有出手买 这才是重点 现在外资记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套了1500亿 难道你要当擅财童子 去帮他们解套吗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 当然 所有的看法 后面都会推演成你的操作 我在8月19号的时候告诉过你的事情 目前为止便没有改变 外资还是套牢嘛 既然套牢就要小心 高档量缩绝对不是好事 那9200点 到后面破上升泄行 到后面第一天回撤 第二天回撤 最低点 杀破的9000点 来到8928点 那当时我就提醒过你 由于季线还在往上走 如果外资撑不住 那就很糟糕 那以目前的状况来看 外资是稍微撑住了 对不对 指数又拉回了9100点 但是这是一个小头型 已经做确认了嘛 不是吗 接下来台股你该怎么看 要注意一个重点喔 我假设 下个礼拜二摩台结算 他往上拉高结算 突破了9200点 那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 就是一旦过高 指标必须化解背离 量必须补出来 所以简单的来讲 今天收在9115点 下个礼拜二之前 大概三个交易日 那么如果外资奋力一搏 不信能器换不回 对不对 最后在摩台结算的时候 拉高 那么他可能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当然是期货做多方结算 第二个他如果拉高 开始布局避险空单 毕竟现货部位 台股成交量这么低迷 没有办法完全的做避险 那至少要从期货上面下手 所以以盘式推估 如果下个礼拜二他真的过高 那么你要小心喔 台股一旦过高 量如果补不出来 或者是 冲到了9200点之上 爆量1100亿 那么你反而要小心了 这个量能就不对了 就不对了 所以过与不过 都是多方为难 我坦白讲啊 多方比较为难一点 你过了要挑战背离 要补量 你不过又变成弱势整理 对不对 所以9000点之上的外资 已经惨套了 要不要进行最后反扑 两天之内就定夺了啦 因为明天礼拜五了嘛 接下来礼拜一 但是内资股已经筹码松动 爆量出货的股票 你不用去管指数 你就是卖雨空 因为我之前讲过 我说跌破 上升卸行 你看跌破之后 会不会有反弹 会啊 跌破之后会不会有反弹 会 那反弹之后呢 会有这一段下来 所以反弹之后 他如果走这一段下来 变成一个小ABC 那以台股的基本面来看 电子股失火 季限又不会守 这是我用过的经典名言之一 我再讲一次 所以现在的关键在于说 电子能不能起始回升 尤其是很多的投资朋友 你手上 这半年过去了 你产套的这些电子股 或者是 近期两个礼拜之内 三个礼拜之内 你买到这些很喷的中小型股 结果利多不在 人去楼空 爆量之后开始往下走 这些股票 你该如何处理 剩下之后 我再告诉你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一指救世界 健能everyday 来回到现场 那么我们之前提过 电子指数创新高之后 产生了高档背离 那么基本上 为什么会背离 因为叫独强的双网 陨落的瓶盖 那么当然后面你印证 8月23号 我们的外销订单连16K 对不对 强势的股价低迷的出口 哪一个会修正 你自己去研判 那最近 苹果概念股 尤其是鸿海极端的股票 非常的强悍 可是 投资朋友你有真的赚到吗 我给你看一个东西 这家2354的红准 你知道吗 从98块钱 杀到57块钱 融资一路狂飙 然后呢 见底的时候融资 开始往下掉 又从57块钱 飙到了今天最高点89块钱 这什么意思 我相信你比我还清楚 所以站在我的立场 融资少在这一段 你说徐老师 这边摊平 至少没有赔很多 对 你没有赔很多 但是你出场了 在这里 所以 我由红准VS 来看一下 5264 F凯胜 掉下来融资狂飙 有没有看到 所以你买凯胜 你倒不如去买红准 就像我当时讲过 如果你真的 苹果概念股你很喜欢 你去买大力光 就涨了一倍多 没有人挑大力光 挑凯胜 挑可乘 挑真顶的一堆 听得懂这个逻辑吗 筹码会决定 一个个股未来的趋势 就好像大盘现在的筹码决定 它就是空 如果台湾的基本面 真的这么好 外资轻轻松松 买个500亿 指数涨500点 纳凉啊纳凉 买了1500亿 今天收盘涨了115点 你去想 怎么会这么厉害 所以 当然 可以预期的是 很多人现在告诉我说 徐老师 接下来苹果新机 可能提早出货 提早问世 提早销售 我说OK 任何时间点销售都没问题 那苹果拉货启动 真顶 预估下半年获利三级一跳 看好喔 三级一跳 可是抬头这样写 你去看他内容 真顶他告诉你 7月开始有起色 上半年是谷底 那预计 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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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年订单 跟去年同级差不多 你有看出这个意思吗 我的货地要三级一跳 结果我的下半年出货 跟去年下半年差不多 那你去想 那你去想 来 4958的真顶 其实这档果要蛮有趣的 公司去年下半年 赚这么多 对不对 如果下半年赚这么多 跟去年比 当然是三级跳 不只三级跳 N级跳 因为今年上半年才赚0.78 那我假设 他真的跟去年赚的一样多 你觉得几率有多大 所以不要只看标题 去看内容 其实这公司很老实 他告诉你 下半年就跟去年差不多 但是你要注意 不如预期的才叫意外 苹果的新计要出货 这全世界都知道 不用我说 营收会不会成长 假设都会 这个叫乙知数 如果出货不如预期 又加上新台币狂升会损 这个叫未知数 乙知数不可怕 未知数才恐怖 所以如果你问我 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 不要对于苹果的新机 有太高的期望 因为就整个综合资讯来看 苹果的i7可能启动价格战 那听到这三个字你就知道了 谁先受伤 我跟你保证绝对不是苹果 他要确保自己的毛利 对不对 那谁倒霉 刚才就是供应链嘛 不是吗 所以 手上有苹果概念股的 好好趁着这波你看 他又是拉 他又是拉红准 他又不是拉你手中的弱势股了 你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他怎么永远拉的股票 都是你手上没有的股票 你去想为什么 来 指数在涨有1200点 指数天天当时在涨 你个股已经养套杀了 不是吗 我在之前我还批评过一个族群 叫游戏族群 网楼 最近有没有谁跟你讲Pocomo的 没有了嘛 对不对 跟你讲Pocomo的 在这里 跟你讲Pocomo的 在这里 对不对 跟你讲Pocomo的 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对不对 现在不会提了 我的意思就是要告诉你 台北股市的中小型股 尤其是内支的部分 倚靠着提债 倚靠着筹 倚靠着筹码 那么 借由这两大利基 去做拉台的个股 如果你有赚到恭喜你 但是如果你没有赚到 你要自己小心 因为 台北股市的中小型股 通常都是走V转 什么意思 就是我拉很高 拉一倍两倍 但是我出的时候 我是向下出 这个你要特别注意 这跟大型股不一样 跟大型股不一样 来 826号我讲过的宇峻 不在赘述了 还在宝可梦 他又没有宝可梦 你就跟人家追什么股票 我讲白话不就这样吗 平常没什么成交量了 怎么突然拉上去 90度之后开始爆量 对不对 很多啦 826号我讲过了 玩筹码战的 来抢沁腾 涨了3.5倍 也连头都不做直接破季线 反假 为什么昨天这样杀 自己小心 冰川 9块钱的成交量 10几张20几张30几张 喷出去的量 居然高达1万张 股本才9.3亿 哪来1万张的成交量 很急啊 我不知道在急什么 但是急的背后一定有原因 就像你急的来找我 你的原因是什么 新进来的会员 不用急 我会帮你们处理股票 就像我之前在放空股票 很多人因为这张股票来找我 他叫鸿燊 那我空那理由 跟宇峻跟网融一样 基本面不支持这个股价 爆量利多我就是空 那我空47块钱 46块钱 我空51块4毛钱 后面证明 筹码战还是略胜一筹 拉到58块钱的时候 我就加码再空 新进来的会员 你一定会抽到这种抗讯 在8月19号之前进来的 会员在58块9毛钱附近 市价加码放空一成资金 为什么空他 理由 跟宇峻跟网融一样 基本面不支持这样的股价 所以在8月19号的时候 我选择加码 我没有停损我的空单 听好 那今天早上急杀 杀到51块7毛钱 我加码的空单我先补一半 这是我们早上的抗讯 早上9点066分发的 结果你知道吗 早上9点09分 急杀到52块5毛钱 我抗讯发到你手机 拿起来下个单 也差不多两三分钟 所以我没有给你算做一滴 52块1毛钱 我给你算52块5毛钱就好 10% 当然 補完之后直接往上拉 这种K线你要小心喔 这种K线你要小心喔 一旦明天开低 那就很糟糕了 我的空单 我给你看了嘛 操作要有策略 即使我的空单被嘎 我还是有办法 在未来回到基本面之前 先帮你赚 操作上面每一个节奏都掌握好 今天即使 今天即使台股回到9100点 我只问你这个问题而已 你的股票也没有创三个月的新高 不用讲三个月 也没有回到9200点的高点就好了 如果没有 那外资拼命买红准 去互盘这些全职电子股 与你何干 你手上的这些套牢的中小型骨 听徐老师一句话 如果你不晓得怎么去做避险跟放空 或是我们讲白一点 什么时候去抓这个转折 就像洪生在抓这个转折一样 你如果真的不晓得怎么去处理这些 比较细节的操作部分 那我欢迎你 目前右肩在逃命 请你把握当下 跟着我们一起放空操作 逐个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